那就是有关什么时候做公民记者 我就先不问了吗 等一下 各位好 我是公民记者好奇宝宝 现在有这个静怡大学的同学 呂欣诚来对我做国光实话 这个议题的公民记者新闻的一个访谈 那我就请他来到这个南港的玉城公园 来做这样一个访谈 好 那我们现在的题目是 嗯 就是想要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做公民记者 然后是又不是什么样的契机呢 那你有没有一些就是关于这个这个科班的背景 科班的背景 嗯 科班的背景是没有 嗯 但是我是在退休的时候 嗯 2007年 在10月20号加入Peple 这是公共电视台的新媒体部门 嗯 他们有一个公民新闻平台 做这个公民新闻 是怎么接触到Peple的 是我们这个南港社大有一个公民记者的这样的一个社团 哦 有这样一个公民记者的赔利盈 嗯 嗯 那我在那上了几堂课 所以就成为了公民记者 嗯 那是在做公民记者的时候是怎么样选择议题报导议题的这个内容 哦 在呃一开始的前两年 嗯 我的议题呢都是身边朋友他们有需要呃 呃就是说开画展呃或者什么呃 呃呃 有一个团体 嗯 那他们有一些培训这些志工的课 我都去帮他们做报导 嗯 所以都是我身边的一些呃 艾体 嗯 那那那到后来呢 就是后来是2009年那时候呢 我参加信誉社大 那正好那时候学校告诉我们有一个纪录片的 嗯 纪录片的一个培训 那学校要推荐人 问有没有人愿意去 那时候我正在上电脑的课 那所以他们就想到说 来电脑班宣传 看有没有人要去 我就去了 那去了以后呢 上课的时候 他们就问我们说 你既然来上这个纪录片课 你想要记录什么 我脑袋一转 就想到我们家附近 这边有一个广池博爱院 那我就说 我做广池博爱院 因为在我的脑海里 它就是一个公益的团体 公益的机构 那我就想替它 做这样的一个纪录片 那结果人家告诉我 这个广池博爱院DOT了 那我就开始做甜调 做甜调的当中 我发现有非常多 不和 不尽如人意的事情 我觉得 譬如说 我觉得那边 郁郁长长很多 七百多棵的树 那政府在招标规范里面 明明白白写的 只留五棵老树 那让我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所以我就开始了这个环境议题的涉猎 也跟很多的这个相关的环保团体 去接触 去上他们的志工培训的课程 然后慢慢的就接触到很多台湾的这种 公害或者是环境方面的议题 然后我的信箱里面就爆满了 那我怎么样选择议题呢 就是我觉得对台湾社会有重大的影响的 因为一个人的力量 是时间啊 精力是有限的 所以我都是尽量找大家的意志去做报道 好的 那就是在担任公民记者的这样子的这样子一个角色 你是有给自己一个什么样的定位吗 或是对自己身为公民记者 那是有没有一个什么 抱一个理想啊 或是有一个期待对自己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其实我自己取评叫做好奇宝宝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对台湾 虽然我生在台湾长在台湾 可是我做了公民记者以后 我才觉得我对台湾是不了解的 看看是你的电话还是我的电话 还在走没问题 我刚刚应该把它关掉那个电话的部分 没关系我们等一下十五分就好 下一段的时候就这吧 接下五分 接下五分好 那 有时候忙到连报纸都没看 所以对台湾是不了解的 那我参加了这些活动了以后才发现 我觉得我要取一个宝宝的名字就是我想要重新来认识台湾 那重新也重新认识我自己这样 那那就是在就是在你担任公民记者这跟其他担任公民记者的这有有给自己一个什么样独立的定位独特的定位吗 或是觉得自己跟其他公民记者有什么不一样的差异 是因为我因为觉得自己太肤浅了太渺小了 而且太就是说对台湾实在是太不了解 所以呢 我的定位就是我就是很忠实的拿起我的设备去把现场从头到尾一五一十的把它记录下来 对那我就是让人家看到现场发生了什么事情 而我不去对他做任何的这个 对我一开始是这样的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就是觉得说我没有能力对我看到的事情做任何的评论 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发生 为什么又会这样的发展 所以我能做的就是把我看得到的东西把它记录下来 对那让别人看到我看到的东西 这样 所以这就是我对自己的定位 我就是很忠实的 嗯 因为刚刚在之前有说你觉得你自己的写新闻的写作方式 就是跟一般就是可能大家就是就是所教的一些比如新闻学里面教一些新闻写作方式不一样 那你是觉得是用什么样的一个就是这样子的这样子不一样的写作方式 我自己是这样的因为我自己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要过 那我只是把我每天因为退休了我就觉得说我每天做些什么事情 我把公民记者的这个角色融在我日常生活里面 我不想把它切割 所以我早上去游泳啊去做什么我都把它写下来 然后我怎么样 我就好像把它当成一个炸鸡一样 每天做些什么 然后我看到什么啊为什么我会去做这个 因为我觉得我如果不把它记录下我会将来我会 哎为什么我会去做这个 我会忘记了 嗯 所以我就把为什么我会做这个我为什么会做那个 我都把它写下来 嗯 那那我知道这是不合一般这个新闻的写作的这个方式 但是我觉得嗯那没有关系因为我做这个东西不是要 不是要得到某个人的认同或怎么样 这是完全是我对台湾社会的认识 那这一个过程嗯 我就是把它写下来而已 好 我们要不要写那段影片 因为这个大概是这个是我的一段 这样刚好 15分钟了 现在大概快10分 OK 想说这样罗门一段一段的话 嗯嗯 就不会